山珠阳道轮 自己如是同大师 当一季中 而尽尽 苏秀永久知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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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请收看《港马帮雨录》 真正的慈悲心是激动性的 当下立即的 身口意藏在慈悲的状态中 而不是有了状况才升起 我们每天的生活 最好从发愿开始 就是早上一起来 心中意念着归一三宝的心 发愿自己一定要做利益他人的事情 不做伤害别人的事情 有了这样的发心 这一整天就会成为修行的一天 慈善美好热乎乎的一天 如果你不了解真正佛法修持的目的的话 那么只会让你的修持变得更烦满更麻烦 甚至造成更多的妄念 那么佛法只会留意教条式的宗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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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法的意思就是改变自己的心 改变自己原来那个坏心 转变成一个很好很可爱心 很慈悲的心 至少你能够变成一个有慈悲心和爱心的人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天天烧香拜佛 上供求大慈大悲的诸佛菩萨保佑 求的人太多太多了 诸佛菩萨忙不过来 佛们很辛苦啊 赶着来求我们做好人吧 做一个发心清净的好人吧 做一个好儿子好父亲 做一个好女儿好母亲 接着来求我们开始了 打的这种好的爱心 我都在这种功夫 教练吧 做一个好儿子好 大慈多 比较废划 企业不在物质而在信心 事实上不在与你供养的物质是什么 无论是有主物或无主物 总之能够供养的东西腐蚀即是 因此重点不在供养物 而是在于那一面心 就算你真的可以准备上好圆满的供养 但也不一定如法 因为重点在于你是否有一个虔诚的信心 我们在生活中的确会遇到 很多困难工作伴侣孩子等等 很多琐事 会让我们觉得人生没有意义 但其实是我们自己把生活变得无意义 充满烦恼 快乐并不是外在的东西 也无法从外在得到 我们常说最殊胜的财富 就是知足的心 像这种知足快乐的心 就是我们本具的善功德 我这样子就像你一样 你恢复了 悲心可以从各种角度 去观察而生起 重点是不要让大悲心变成口号 要打从内心生起强烈感受 而引发大悲心 这时才算步上了大圣的修辞之道 真正发起心来 拔除一切众生的痛苦 给予一切众生快乐 并且不伤害众生 欺负众生或嫉妒众生 这才是真正的修行 我们应该认清 显向世界 自己和世界的关系 盲目的贪执 只会产生痛苦 我们应该思考 到底我所经验的显向 是不是真实的 其实这一切 都只是自己假名安利而造成的 因为自己的无名贪执太强烈了 理所当然的 这会导致许多的痛苦 我们的无名和愚痴太深太厚 简直让人无法相信 善的本质 并不是去变成另外一个人 而是让自己回到最自然原始的自己 我们每个人都同样有 离苦得乐的心愿 本质上就是相互关爱的 但是 因为成长环境的不同 产生了很多观念上的差异 也因此形成自他之间的距离 我们也许多的观念上的 我们也许多的观念上的 修辞佛法不是压抑情绪或压抑烦恼 但在要生气时先想想 为什么我喜欢生气 知道称恨不好 为什么老是生气 为什么慈悲总是被我们晾在一边 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子 要跟自己的心好好做个研讨 不要放纵你的称恨心 任他要生就生 慈悲心却是怎么都生不起来 去参加法会或是群众集会时 只会用心观察他人的错误 极少会观察自身 如能反过来观察自身的行为 与动机 这会有极大的帮助 总观来说 找他人的过失 隐藏自己的错误 不但没有色心的功德 反而会增长傲慢 这些都是子行非法的行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忏悔的方法 首先是要能知错 对我们过去所造作的错误 我们要能知道 那是不对的 那是不行的 之后要发现 发愿未来不再造作同样的错误 若是没有发愿 未来不再造作的话 就不算是完全的忏悔 祝福一切 就是因为看到了众生的痛苦 心中生起强烈的念头 他们如果能够处理这些痛苦 该有多好 并且想 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们 大悲心不是坐在那儿想 大悲心啊 祈求您在我心中生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有中派的见解和理论 真正目的是在说明我们实修降服自心 通过实修并转变自己的内心 因为我们看到外在的事物都是不稳固的 弹指之间就可能有变化 所以不要去追逐外境 转而向内去寻求真正的快乐 这非常重要 由于我们没有安住在万法的内心 的实相中 所以总是被短暂迷惑颠倒的现象 所欺骗 要安住在自心的本质中 既要了解因果不虚的道理 将所有的学习都应用在实修上 才能证得变知的佛国 心乐且随喜一切善功德 如此将能对质嫉妒 并能产生与行善者同等的功德 所以对一切善功德 我们都要无嫉妒 无我慢的全部加以随喜 今天以佛法来升华 清净我们的心 将此珍宝贡献给世界 贡献给一切生命 经典时常提醒听法者 因怀有正确的发心和行为 解释起来可以很复杂 但是恶要来说即是 一切所想 皆是为了众生 一切所做也是为了众生 感谢观看 各取决于人 然无分老又贵贱 只要带有利他之心 一切作为皆成为善 修持佛法 不是像填饱肚子 盖动房子一样 马上就能看到效应 佛法是要养成习惯 是要在内心养成习惯 透过佛法的修持 能使心转变 让生活变得更好 自立于他 自立于他 轮回 轮回就是不圆满 在不圆满的轮回中 大家能聚在一起 成就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是难能可贵的 要懂得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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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乐并非取决于佛菩萨的给予 而是取决于自己的心态 与行为的善恶而决定 因此不要放弃 随时保有绝照力是很重要的 今天要证明 ин尬寻法 产生 武善 工人 在 букв上 精神 按赌 Excellent 工人 的 工人 faculty 非常有信心 那么不管这位丧尸身在何处 距离你有多远 只要你在任何地方 都能依这位丧尸的教言而行 就等于时时追随 在这位丧尸的左右 归是心的归 而不是形式上的归 如果你归了丧尸 却不依丧尸的教言而行 那么这样的归是毫无意义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任养代替购买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恰讯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地点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镇大师 统领三十六部无量无边 恒河杀数诸恶鬼众 不愿 自从旷界止至今生 是业障以笑容却最牵而亲近 霍堂永非 变成巴德之莲词 如焊交会化作七真至香盖 见树皆为玉树 刀山尽坐宝山 遍见铁床献菩提之法座 满府同之化甘露之醍醐 往昔这一族已相逢 聚蒙泄脱 集结冤家而共会各岁逍遥 与主心慈明观慈善 多生父母从之入圣超凡 每是亲应自此称恩祸福 天上五帅不现 人间四相皆空 修罗舍尽称心 进地狱习诸苦恼 和尚恶鬼化热脑而作清凉 实在寒生生迷途而登绝案 不愿此佛陀 他佛陀 无量诸佛陀 一切有情共振珍藏 此世界 他世界 无量诸世界 无尽寒事 其成佛道 世恩佛报 三有君子 法及众生 同愿众子 同愿众子 诸佛正法菩萨生 实至佛体我归 我以所求诸善根 为力有情愿成佛 书世间 水源塑尘 水源塑尘 金刚萨多拜之中 都众子 有医者 有医者 实在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